33岁才结婚,36岁才当爹,不差钱的李帅,结婚这么迟,踢球着不缺钱,尤其是踢中超这些人更不缺钱,这是路人皆知的,在婚姻上也不是说有钱就能解决,开宝马的一样有单身狗,扫码踩共享单车,那可能还能牵个女朋友,在婚姻恋爱上,这也不是说有钱就能解决,有些东西,就是命,李帅, 目前上海申花的门将,他并不缺钱,可他结婚就比较迟,李帅在如今的中国足坛不算大牌,但这个名字还是如雷贯耳的,来自青岛的李帅,此前在中超豪门广州效力9年,远在广调时期,李帅就是主力门将了,在2016赛季正式转会上海申花,目前他是申花的主力门将,但今年的表现不太给力, 可求对今年整体的表现都不太给力,李帅是在2015年结婚的,生于1982年的他,结婚时已经33岁,2015年6月,他与妻子周一凡,在青岛举行了盛大婚礼,求行结婚现场肯定大牌云集,当时是郑龙当伴郎,李帅老婆周一凡是一个海归, 来自长沙,职业是服装设计,曾留学英国,回国之后在广东从事服装设计,与李帅相识之后就洗劫连理,知道他老婆的职业,也终于是知道李帅为什么知道33岁才结婚,踢球的这些人虽然文凭不高,可对另一半的要求上从来都不低, 曾成的老婆,是武汉某一所高校的副教授,所以说,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,都喜欢那种光是好看的女人,光是好看还不行,还得要高智商,李帅在33岁才结婚,无论对一个男人,还是对一个女人而言,33岁都的确是晚了点,在他身边的一些队友,不少人20出头都已经结婚了,不仅结婚,儿女双全了都, 今年李帅36岁,也洗当地了,李帅的妻子肚子已经几个月大了,至于什么时候临盆那就不知道了,李帅这个人,人品还是挺好的,要说一下他的事迹,远在2011年10月18日,32岁的湖南籍女子,秦国英,在广东花都遭遇车祸,肇事司机,同行的两位女孩与刚好路过的李帅都参与了救人,李帅这一举动也得到了 中国族协的官微表扬,这都是正能量,的确需要多宣传。